道路是连接人与人,人与地区之间的桥梁,自古以来挖山着陆,连通与各地的联系是地区经济发展,美好生活的开始。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,人们充分发挥人定胜天的顽强意志,在一处处不可能的险恶地区开辟出了一座座不可思议的伟大工程。 沙漠是一片荒凉、寂静、无生命的地方吗?不一定。 在中国最大的沙漠,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有一条横穿南北的公路,它不仅是连接油气田和市场的重要通道,也是一条绿色的生命线,为沙漠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 这条公路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,它两旁的绿化工程被称为沙漠中的绿色长廊。 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是中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公路,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公路,全长约1500公里。 它始于新疆库尔勒市,终于若羌县,途经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。 这片沙漠东西长约1000千米,南北宽约400千米,整体面积达33万多平方公里,是中国最大的沙漠,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。 在这里,夏季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,冬季可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,风沙强劲,水源稀缺。 平均年降水约50毫米,最低仅有数毫米,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至3400毫米。 极端干旱的气候条件,以及剧烈的风沙活动严重影响着区域内生态环境。 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被称为死亡之海生命禁区,占新疆总面积的近20%,在生命禁区建公路处中是什么呢? 在考察中了解到,在这片沙漠腹地蕴藏着海量的油气资源。 30多年来,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在这里发现了克拉尔、迪纳尔、哈德、塔中等32个大中型油气田,年油气产量当量达3182余万吨。 未方便油气勘探、开发和运输等,1995年9月,轮台至民风的首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通车。 但是,在流动沙漠中修路并非一世。 流动沙漠比普通的沙漠要更加凶险,一旦遇上流沙,即便是叉翅也难飞。 流动沙漠就像是一片沼泽,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 而且,它的行踪不定,到处迁移,危险系数更是大大的增加。 另外,风吹日晒,流沙侵蚀,水土流失等自然因素也对公路造成了巨大的威胁。 这里长年的时间都是狂风大作,八级以上的大风要超过半年,最初的建造工程的工人们真是吃尽了苦头。 长达近十年的修建周期里,工人们最初是煎熬着重重考验度过的。 喝水难只是一方面,吃饭时,一碗饭刚从锅里盛出来,瞬间就被狂风吹落进碗里半碗沙子。 这种日子是循环往复,而且最初的那两年是天天如此。 后来,随着施工进程和制沙效果呈现,饭菜合着沙子吃的情况才算有了好转。 但是无人区沙漠最缺的就是能源,这里没有水,没有电能,更没有网络信号,只有呼啸的狂风和漫天的黄沙。 运输工具和建造公路的材料,想要运送到沙漠腹地,都要耗费九牛二虎之力。 沙漠里的温度是干旱高温,脚下的温度高达一百多度,周边的气温是零上四十多摄氏度。 这种高温伴随着大风,简直让人难以忍受,何况还要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每天长达八个小时的作业施工,这些工人真是基建英雄。 最初要在这里修建沙漠公路,设计者们最终选定的方案,就要边治理沙漠边修公路,甚至要累气房沙带组成的墙壁,修一段路就挪动在挡住沙子,这样才逐渐完成了修建工程。 为了让修建完成的公路不会被黄沙再次掩埋,要从远隔百里之外取水源运过来,还要在规划好的公路线路上治理沙子,预埋草边格子,种植沙漠适合生长的草皮, 再在外围种树和绿植,狂蜂无数次掀翻这些刚刚建造好的防沙网格,供人们再无数次重新填满,最终让狂躁的沙漠都不得不接受现实,人类和大自然之间最终形成一个默契。 修建完成的沥青路面不会被流动的沙丘掩埋,少量的沙土被狂蜂吹上了路面,又会被狂蜂裹挟而走。 这些都是制沙工程的效果,最终保护了沙漠公路的畅通和完整。 沙漠注入难,养护更难。 公路保护就存在防沙阻沙问题。 常经介绍说,通过观测掌握风沙运动规律,在沙漠公路旁使用碾压芦苇栽植草方格,扎射高粒式沙障等机械防沙措施,可有效防止风沙掩埋公路。 但是这些防沙措施基本上几年之后就失去了防护作用。 因为风沙的掩埋,沙丘的潜移,以及沙尘将扎射的芦苇吹走,都是造成机械防沙失去功能的原因,最后经过多年研究,决定采用生物防沙的措施来保护这条公路。 从2003年开始,塔克拉马干沙漠公路实施防护林生态工程,在主公路两侧种植70余米宽的林木带,总面积达到3500多公顷。 种植2000余万株抗逆性强的撑柳、沙拐棗、缩索等防风固沙优良植物,有效减缓了公路两侧沙漠的流动速度,阻隔了流沙对公路的反复袭扰。 在沙漠中种树,显然和修路一样都是一件值得挑战的事情。 长经解释说,塔克拉马干沙漠是非一林区,选种什么植物,采取什么防护模式都是个问题, 因为不同的地形,沙丘潜移的形式不一样,像沙丘的顶端,它是以风石及沙丘潜移压埋为主。 在拢间的平地,风沙流流速非常快,以风沙潜移为主。 平地跟拢间的过渡段,两种形式都有,所以说我们的防沙林带,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措施, 有的林木带宽度大概七八十米,但有的林带就分了几条,既要阻沙,又要固沙,又要有一定的击沙带。 为了公路的畅通,撑柳,沙拐藻,缩缩等植物如何选择呢? 长青介绍说,缩缩抗沙埋,耐盐,耐汗,但是不耐老。 所以,在沙漠公路上使用最多,但是在拢间有粘土层的地方,如果灌溉出现积水就表现较差,严重时会出现死亡现象。 沙拐藻由于水平根系发达,抗沙埋是防风固沙的先锋植物,主要设置在防护林带的外围。 当被封沙压埋后,压埋的枝干会生出新的根系,使沙拐藻很快从压埋的地方长起来,是阻止封沙危害的第一道屏障。 但是沙拐藻不如缩缩,撑柳耐盐,在地下水含盐量较高的地方就不能配置沙拐藻。 所以,种植的植物各有特点。 要想让这些树种存活下来,充足的水源灌溉十分重要,所以为灌溉防护林,每隔四公里建一口水井,以实现低灌浇注。 但是要想让水能够灌溉到每一棵树根上,低灌技术也随之进行转型升级。 截至目前,沙漠公路沿途共打了109口水井。 沙漠中的太阳能供水站为氯化工程提供了水源,早期使用拆油机发电成本高,使用太阳能每年能节约成本768万元。 长径介绍说,公路需要人工长期职守,207个养护工人分散在562公里道路旁,守护436公里的防护林。 养护工人全国招募,除了新疆本地,还有来自山西、甘肃、河南等地,一般是夫妻或者一个人一组。 人员构成都属于年纪较大的。 若干年之后,植物是不是可以使用无人职守、电磁阀、遥控技术或者不用人工浇灌了呢? 面对这个疑问,长径认为目前来看做不到。 他解释说,植物也有惰性,人工灌溉保证了一次灌溉在10小时左右经常浇水,能够浸润一定的面积,植物根须没有到沙漠深处去找水的主动性。 它不像自然环境下生长的植物为了生存。 根系可以深入10多米、20米甚至30米找水。 人工浇灌的植物没有深处找水的能力,而且沙漠地区普遍地下水位在50杠100多米深,只有个别地方地下水位潜在机密范围内。 所以,从整体上来看,脱离了人工灌溉防护林就有死亡的危险。 此外,沙漠地区有半年的封杀期,采用电磁阀技术无人职守虽然比较先进,但是封杀一进去,电磁阀容易坏。 而且,沙漠沿途的水都是咸水,对电磁阀嗅是严重,最后也会导致它失去功能,所以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。 我们沙漠公路的防风固沙模式,现在已经推广到蒙古国、非洲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。 常青表示,西方媒体在我国最初修建这条公路时,冷嘲热讽说我国是异想天开,根本无法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公路工程。 甚至说,中国投资的这370亿真可怜,完全是最终打水漂了,根本不会等来竣工的那天。 直到现实狠狠打脸,西方媒体才不顾此前的断言,竟然开始惊叹起中国基建的奇迹。 这条公路为国家连通东北西北和华北区域,让这些位置所在地的经纪人才交流和合作变得非常容易, 为国家的发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创造了不可能完成的奇迹。